一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婦人 被警方壓制在服飾店裡 左手拿著黑色拖鞋 右手還在流血 目擊婦人自殘過程的老闆娘 嚇得驚魂未定 我就後面追她 她馬上拿著包包 就丟在那個童裝那裡 婦人走進市場一間服飾攤裡 趁著老闆娘在燙衣服的時候 偷走裝有一萬多元現金的包包 被發現後還把包包丟到旁邊 狂稱不是她偷的 更亮出水果刀砍自己想脫逃 婦人被逮後不斷道歉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市民意街的市場內 57歲的婦人有多項的竊道前科 這次被老闆娘逮到 婦人自己砍自己使出苦肉劑 還是脫不了罪 記得陳王瑞 李若珍 台中採訪報導